嗨,杰斯的家人们,大家好,我这里是芝加哥 那么我现在在家里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加入杰斯后,服用杰斯的产品之后的一些感受 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Reserve 那么中文呢,翻译过来就是配权清华 那它这个盒子里面呢,它有30个小包 30个小包,其中一个小包是这样子的 OK,那它其实呢,这个就叫白梨卤醇 那杰斯里面叫,英文叫Reserve 因为主要成分是白梨卤醇 最具有那个最先进的抗癌和抗衰老肾品 配权精华 那它主要成分,我们刚才说了是白梨卤醇 那还有其他的成分 樱桃,蓝莓,巴西的紫莓,绿茶,红石榴,和芦荟 还有那个葡萄籽 那其中呢,白梨卤醇的含量呢 它就是75毫克一包 那相当于186瓶法国的红葡萄酒的含量 那么它那个白梨卤醇的功效是什么呢 就是植物为了对抗那个紫外线 微生物或者病虫及真菌的那个侵害 当受到外界刺激之后呢 分辨了一种植物抗毒素 那具有超强的氧化功效 可以综合清除自由基 防止身体细胞受到损害 可以防止很多很多的那个疾病 在杰斯里面的成功领导人 他们的分享经验呢 那最好的吸收方式 它是口腔粘膜和舌下粘膜吸收的 我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 如何就是服用达到最好的效果 那首先这里不是有 有那个两个小缺 把它撕开 从这里撕开 很容易就撕开来 那撕开来之后呢 那分三次 比较快容易养花呢 我们建议呢 在五分钟之内就把它要服完 吸进去了之后呢 就不要马上吞下 那放在嘴里 然后和我们的那个舌下粘膜和口腔 相粘膜充分的接触 然后有些人 你可以像那个漱口一样 我演示一下 接着就是第二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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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再次拍了 这个烹调了 基本上就像我的封键 所以我许多了 因为它不好 对 好 如果它有一个 就好了 那会有这个 好了第三口最后一口 有些人可能就会马上把空袋子 马上把空袋子丢掉 我建议呢就再挤一下 你看还有里面还有又出来了 就是里面可能还没有挤完的 那么就再挤一下 用这种方式把它折一下 嗯还有一点点 然后我是跟蒋老师学的 我觉得很有用 然后还没完再来裹一下 嗯又挤了一点出来 那到这个时候也不能丢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种成分 就是抗氧化非常好的成分 那所有的那些水果成分呢 千万不要浪费 那从后面你看 这后面有一个那个可以撕开来的地方 你把它撕开这样子 两面打开 撕开了过后会像这样子 那中间呢你可以再这样子给它 你看它中间有个薄膜 嗯打不开用牙 用牙齿咬 那就开了 那你可以撕开来 看到里面还有一些 你看看还有一些 对吧 这些东西都是宝贝哦 可不能丢掉哦 为什么呢 你可以要么插到脸上 你可以起到面膜的作用 那么我刚才呢 就刚插了一些在脸上 那我现在就插手 插手也很好哎 那就插在手上 比较粗糙的 因为我平时也没怎么注意到我的手的皮肤 因为自家哥冬天很冷 冷了之后呢 然后我又不习惯戴手套 就有点干 就有点粗糙了 哎呀牙齿是最好的工具 不好意思哦 吃相不好 不要跟我学 只要把那个意思传达到就可以了 信息传达到就可以了 好的东西可以学 那不好的东西就不要学 那这一边呢 我也是同样的撕开 撕开之后呢 就把它插在手上 哎呀好多哦 我觉得好丰富 我还生那么多 那平时我们的伙伴可能不知道有这种方法的时候 那就把它扔掉了 好可惜的 你知道吗 反正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比较 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大嘛 然后我做什么事情就比较节约 啊这样子就好了嗯 手有点一点点黏黏的 不过没有关系 一会儿就好了 你看我的手 像一个46岁女人的手吗 我都46岁多了 一般不应该说自己的年龄 不过没有关系 有节思 我觉得我就是到了120岁 看起来像60岁 我也觉得不亏 对吧 那有朋友如果有其他问题的 还想了解更多的一些情况的 你也可以联系我 我的微信呢 微信名是TINGC 就是我的名字 TING TINGC 就是我成的那个第一个字母 然后三个A 三个8 888 TINGC 你可以加我微信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可以聊天啊 我们可以就是互相帮助啊 你想多了解一些情况的话 请联系我 或者就是电子邮件给我 OK 期待你能给我发一些回馈 好吗 那行 今天就到这里 下一次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他的一些经验和我学到的知识 一起分享一起学习一起努力好吗 然后一起成功 谢谢 谢谢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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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